武林農場望溪亭 陣陣煙霧 由左而右飄散缭绕 团团白烟散开 让人仿佛置身仙境 仙气飘飘 同时屋顶还落下滴滴答答小水珠 近看远看都是绝美至极 而这也是冬季清晨限定 早上六点的武林農场 低温只有零到一度 草地及屋顶全覆盖一层白霜 直到太阳升起 光线照射 光圈笼罩 白霜瞬间水汽升华 云雾鸟绕 太阳越过我们的山顶 直射到我们的草坪之后 会产生一个烟雾效应 形成一个仙气缭绕的环境 令人目不暇及的美景 还有万寿局 洛宇松 枫叶 以及银杏 丰富色彩 装点大地 很漂亮喔 我们早上开车经过 很漂亮 像仙境一样 天气方面 晚间起东北季风增强 将影响到二十五日 气温将落在十七到二十一度 周日会稍微回温 但下周一开始 又有一波东北季风 再次影响 美景随天气转变 高山越冷越美 给足游客惊喜 记者和最新旺 上台中采访报道 我是陈居根 从踩在风灾的摊方断桥 到卫星云图背后的天气预报 棚内棚外的采访播报经验 持续冲击火花 督促我报道真相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 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喔